从神舟五号载人航天到天宫一号 再到如今的神舟十七号上天 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航天大国 而中间也少不了航天员的努力 那你知道我国航天员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吗 回家警车开到警卫贴身保护的传闻又是不是真的呢 空军是我国最贵的兵种 飞行员更是用黄金堆出来的 而航天员则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 国家每培养出一位航天员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所以对航天员的保护可谓是不遗余力 而这从航天员回乡探亲的排场上 我们也能窥探一二 我们普通人想要回乡探亲 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航天员不行 首先 航天员需要向航天大队报备行程 得到允许之后才能回家 得到批准之后 航天员也是不能自己出发的 而是要先等航天大队会向公安部报备 之后公安部会向下级 逐级的批示 一直到航天员家乡的派出所 都要接到通知 做好准备 在这之前 航天员需要向航天大队 递交具体的行程 确定回家的时间 到了这个时间 各级公安部门就会运作起来 为航天员提供严密的安保保护 从航天员踏出航天大队的那一刻起 便在公安部门的层层保护之下 一路向家乡出发 如果是坐汽车 那么公安部门便会安排密密麻麻的港哨 确保没有不法分子能够接紧航天员 并且由警车开到 确保道路畅通无子 如果是坐火车 飞机 那么公安部门便会提前到达车站 或者是机场 进行安全防护部 到达目的地之后 也会有专人接送 来保证航天员路途之上的安全 而在接到航天员回乡探亲的报备之后 航天员家乡的公安部门 就开始行动起来 首先要去航天员家中进行清扫 消毒工作 保证航天员的健康 当然这一步清扫 不仅仅是为了保证航天员的身体健康 更重要的是要检查航天员家中 是否有不该存在的窃听设备 防止航天员在与家人的交谈之中 会泄露一些不该泄露的消息 此外 航天员的饮食更是需要严格管理 平时在航天队 航天员所吃的食物 都是经过专门检查的客供食品 不允许有任何不健康 甚至是危险的存在 航天员回到了家中 饮食依旧是需要严格的健康 就算是回了家 航天员也只能吃航天大队准备的食物 这样才能确保食物的来源是安全的 但有时候航天员的家人 也希望航天员能尝尝自家的手艺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家人在烹饪的时候 需要采用航天大队提供的食材 不能用自己准备的 避免食材不健康影响到航天员的身体 而航天员回到家中之后 安保措施依旧紧张 航天员回家一趟 竟然这么麻烦 不仅要先通知公安部门 还要有警车开到警卫贴身保护 那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航天员从航天大队回家的这一路上 实际上是与外界隔绝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近他们 而回到家中之后 依旧是隔绝的 航天员在家的这段时间 会安排港哨在居民楼下站岗 也会有警察在小区内巡逻 确保能够排除一切危险分子 甚至极端的时候会禁止任何人进入 如果航天员需要在家中过夜的话 楼下港哨会对他彻夜守护 杨立伟曾经就因为这个规定 回乡探亲时并没有住在家中 毕竟那样会有很多人彻夜不眠 按照规定 航天员的这个警卫待遇 是二级警卫待遇 也就是副国级 从中也可以看出 我国对航天员的极大重视 这也难怪 因为航天员的选拔标准 实在是太严苛了 在我国空军近40万人中 仅仅有一万多的飞行员 而这一万多的飞行员 只挑出了1500人 去参加航天员的选拔 最终这1500人 仅仅留下12个 杨立伟 聂海胜 翟志刚 都在这12个人当中 再加上先前在俄罗斯训练的两位 组成了我国第一批14位航天员 所以每一位都是国家宝藏 再怎么精心呵护都不为过 当然这对于航天员本人来说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困扰 毕竟他们就不能如普通人一般 自由自在 比如之前的杨立伟回乡探亲 都没有办法住在家里 而他们要想出门旅游更是麻烦 首先就必须向航天大队 报备具体精准的行程 然后再由公安部门做准备 但是又有哪个普通人出门旅游攻略 会做得这么详细呢 所以出门旅行对他们来说 可能就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 当然航天员平时的工作忙碌 本来也没有多少时间 这是航天员对祖国 对人民做出的牺牲与贡献 这也是他们能够享受极高待遇的原因 我国航天员享受富国籍待遇 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航天员有为他们服务的 专业医疗队的 我们都知道太空的情况比较复杂 最麻烦的是如果航天员在太空中生病了 是没有办法叫医生的 所以在平时就要保证航天员身体健康 减少他们生病的概率 一般航天大队会对航天员 实施全方位的医学监督与医学保障 这种保障贯穿了他们的训练时期 在太空中以及从太空返回之后 为了保障航天员在太空中的身体健康 医生们还结合我国传统的医学 为航天员研制了在太空中 养护心血管健康的中药 等到航天员从太空中回来之后 有为期14天的健康监测 以及体能恢复 水疗 药语 游泳 体操应有尽有 还会准备要查 其次 航天员的收入也是不菲的 除了本身的工资之外 还会有作为现役军人的津贴 再加上岗位比较特殊 还会有岗位的补贴 而航天员还是军衔上升的 比较快的一个岗位 这也就意味着 航天员的收入增长速度 也是非常喜人的 更让人羡慕的还是航天员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受人民尊敬 受国家保护 而对于航天员的家人 国家也给予充足的保障 他们也可以接受免费的医疗 如果航天员的家属需要安排工作 国家也会尽可能的帮助 子女可能有机会特招入 解决就业问题 在教育上 航天员的家属也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比如航天员的子女 在中考上是可以加分的 不过航天员的高待遇 完全是他们应得的 首先 这些万里挑一的航天员 每一个都是学霸中的学霸 而且还是体育成绩很好的学霸 他们平时有大量的理论知识需要学习 航天员的学习密度是 普通大学生的好几倍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除了学习理论知识 他们还需要完成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这些体能训练 普通人光看一看就有可能会发出 但航天员每时每刻都在突破生理极限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 体力 智力 缺一不可 也正是因为他们对个人时间的牺牲 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忽视家人 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团聚 国家才会对他们的家人有一些照顾 也是理所应当的 不管怎么样 航天员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必不可少的一环 是中国强国之路上的大工程 理应受到社会分镜 请言到来自外国之路上的大工程